好了,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我们青少年的阅读 在阅读过程当中当然有好的陪伴 我想接下来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了 我们今天的掌约的课外书也请到了 青少年非常喜欢的偶像王俊凯先生 我们掌声有请 好,我们掌声有请小凯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场 欢迎,这边请 欢迎,欢迎 哈喽,这边请,小凯 非常高兴今天我们请到了掌约的课外书的代言人 哈喽,你好,这边请,这边请 今天大家这么多粉丝在现场 以及那么多关注你成长的好朋友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哈喽,在场的粉丝朋友们 还有在线上观看的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王俊凯 欢迎小凯 好,今天我们这个小凯是以掌约课外书的形象代言的形象 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那我想既然也是一个爱读书的人 就必须问一问小凯 这个读书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阅读嘛 就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 就是修宣方式 它呢就是可以解压 然后呢就是也很助眠 然后它可以就是 我觉得给你就是提供一些很多不同方面的一些知识面 对,让你整个人就是在成长之后能够学习到很多 然后呢提高整个人的一些身体的 而不是身体就是提高整个人的素养 这个富有诗书气自华 既然说到这个阅读 那今天呢有那么多的粉丝在 你们在哪儿我看看好不好 看不到 几只手是不是 那边也有 就我们这后排这些年轻的朋友们都是我们这个俊凯的粉丝 说到这个阅读呢 我特别想问问这个俊凯 目前呢你在读哪一本书呢 我最近呢就是在忙一些工作嘛 但之前有读到一本书叫《狼图腾》 这本书就是讲了一些北京之亲在内蒙古草原和那些游牧民族 还有那个内蒙古草原的狼的一些故事 那我比较深刻就是因为它这个草原狼它的生存环境 它的生态是非常恶劣的 但是它还是努力生存那种精神让我非常的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很感动 其实就是狼群是这个整个生态系统 就是很脆弱的生态系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那么就是那我这次我去东北虎基地也是感受到 如果说狼群真的是没了 那么最终是整个的一个生态系统受到破坏 那么最终受害的还是我们人类自身本身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也可以推荐大家去看看 然后在掌阅科外书上也会读一些小说啊 历史传记这样的科幻的一些东西 其实说到这个狼图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其实蛮厚的一本就是厚厚的一本对吗 你也是通过我们这个掌阅这样的一个终端设备和APP来看的 就比如说在工作的时候 比如去外地的时候就不用带厚厚的书是通过那个设备来看 是的 好那我们都知道呢 现在这偶像的力量非常巨大 在程总演讲的过程当中也说过 这个小凯推荐的书呢 马上虽然大家不是很知道 可是立马这点击量和粉丝量增长得很快 那有一个词叫泛随爱豆 大家听说过吗 就是说呢 现在用偶像的力量呢 带动那些喜欢他的人来做同样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小凯这一点做特别好 对不对 对于你的粉丝来说 你想把你自己身上的一些正能量推荐给他们 主要是粉丝们比较 他们自身就比较好 我只是一个 我向他们学习的 小凯夸你们哦 这粉丝对贴心对不对 好 其实呢 说到这个推荐的书当中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 就是我们说这个书当中呢 好像是浩如烟海啊 其实挑书是一件挺麻烦的事 你在挑书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自己的心得跟那些粉丝们来分享 对对对 挑书确实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那么其实展岳他的课外书 他很方便的是 因为他有一个就是自动分类 他就是按年龄跟兴趣爱好等等 去分类的一个程序 所以说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各种爱好 然后在这个APP里面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书 对 我问一些这个小思密的问题 就是在这些种类当中 你本人比较偏爱哪一些 我比较喜欢读一些小说类的 就像刚才说的这个狼图腾 对 就是这种能看得进去一些 其实呢 对于偶像来说呢 对于粉丝这种关爱呢 是无处不在的 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很多小弟弟小妹妹呢 就是这个电子产品沉溺 一看这个手机看很长时间 其实呢对眼睛也特别不好 我看那些粉丝们戴眼镜也特多 是吧 那小凯你 哦 好帅 我这个是无框的 好 小凯你眼睛没不近是吧 我眼睛不近 其实保护的比较好 那如果是你也在用这些电子产品的话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 跟粉丝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既获取了知识 用到了新的产品 方便了 又保护我们的眼睛 就是还是得靠大家自己 去合理安排时间 对 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扣外书 它本身就有一个 就是 它是因为它有防尘迷系统 所以它会定时 它就在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定时提醒你 要去合理安排时间 或者说要 休息一下自己的眼睛 这样 因为本身 它本身那个就是 不是特别伤害眼睛的 对 就是说我们这个掌月呢 它其实有防尘迷系统 大概刚才 小凯说过 每过一段时间 45分钟的时候 就会提醒大家 对不起宝贝 你应该歇歇眼睛了 是不是 活动一下 另外呢 它这个我们的终端机的时候呢 还是专门保护眼睛的 试过的朋友都觉得 哇 还是蛮舒服的 对不对 是的 好 我想问问就是作为这个形象代言人 而且最先体验到这个掌月产品之后 你个人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就是特别好 特别棒 让我对阅读充满了一种新的期待 对 其实我知道 如果是我们家里有一个书架的话 可能是几十本 上百本 也就 就那样了 对不对 但是对于一个艺人来说 经常要出门 又有阅读的习惯 那我知道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掌月里面的书其实挺多的 对 他都是 掌月 他这个书是特别特别多 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两万多本 就像一个就是掌上的图书馆 你想看什么就能看到什么 看来我们这个俊凯的真的很了解 两万多本 而且这两万多本呢 不单单是这个国内的作品啊 而是我们这掌月这些同事呢 从三十六个国家精选来的那些图书呢 汇聚在这样一个小小的APP跟终端机当中 既然呢 这个小凯说了 是我们的好朋友 对不对 而且呢 我们这个阅读呢 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之前呢 是自己已经体验过 那今天在我们全球首发的现场 我们的掌月呢 也有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小凯 来看是什么 我们请李懿小姐送上来 现在呢 我们李懿小姐拿上来的 就是今天正式发布的全球的首款掌月 课外阅读的终端机 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 好 王俊凯诚意代言哦 好了 也希望这个小小的设备 能够承载更多有文化的爱 能够陪伴我们的小凯 走到这个天南海北 红到世界各地好不好 好 谢谢掌月 谢谢掌月 好不好 好 今天呢 是一个全球首发 又非常高兴请到了青年人 非常喜欢的偶像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 让我们的小凯 跟我们这个全球第一台的这个 阅读器来合影 好吗 好 既然是合影 俊凯帅不帅 帅 你们想不想看三连拍啊 那我们一起喊 三二一 一二三 然后小凯来三个动作 好不好 好 这应该不是很难哦 要帅出高度哦 好准备 预备 一 二 三 安安静静的这个美男子是吗 好了 刚才是合产品哦 那我想既然今天呢 能够请到俊凯呢 应该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你们平时见俊凯的机会多不多呀 多不多呀 不多是不是 没事 马上就演唱会了 哦 要不要打一下 宣传一下 不用 你们都知道了是不是 好 既然的机会不多呢 我们的主办方也非常的贴心 想不想跟小凯合影啊 什么 特别想是不是 做梦都想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送给粉丝一个福利啊 我们特别准备了一台 这个专用的这个手机 让现场我们跟小凯一起合影 好吗 好 有请我们的李小姐 好 我们专门 大家应该 把自己 最美的表情来准 因为粉丝在不同的方位 我们拍三张好不好 好 稍等一下 中间 然后您的左边和右边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摆出最美的这个姿势啊 我们努力让这三张照片上微博的热搜好不好 好 预备 中间 好 两边 还有另外一边呢 给每一个我们的粉丝的福利 好 谢谢小凯 辛苦了 辛苦了 好 亲爱的朋友们 非常高兴今天我们在全球首发的这个现场呢 能够请到王俊凯先生 以作为青年人的偶像 跟大家共同在掌跃当中进行阅读 好 小凯辛苦稍等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将进行今天发布会非常重要的环节了 除了小凯之外 我们掌声有请掌跃CEO 程湘君先生 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社长 王秋凌 原中国教育报社副社长 张新周 21世纪出版社 新媒体总经理 无敌上台 有请几位 今天在几位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将开启掌跃 课外阅读的全新发布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蓝色神秘的屏幕上呢 已经出现了几个手印 我们请几位嘉宾呢 依次站到 先合影对不对 好 我们先合影 好 站在舞台的中央 好 向前看 加油 一起为中国的青少年阅读事业做自己的力量 好 谢谢各位 我们请各位嘉宾呢 先把手对准我们屏幕上这个神秘的蓝色手印 稍后呢 我邀请现场所有的嘉宾 以及我们的粉丝呢 一起来开始倒数 好不好 从现在开始 我们一同为全球的青少年阅读努力准备 马上就要开始倒数了 一起来 准备 5 4 3 2 1 启动 亲爱的朋友们 从此时此刻开始 掌阅课外阅读的全球正式发布会就已经启动了 8月2日全球同步发售 谢谢 我们也请各位嘉宾呢 站到我们的中间来合影 好 谢谢各位在场的好朋友们 共同的努力才在这样一个便捷的 阅读终端以及APP当中呢 能够读到那么多优秀的书 好 谢谢各位 辛苦了 也再一次谢谢我们的王俊凯辛苦了 好 谢谢各位 我们要不要掌声送一下 不要送 好了 谢谢我们的俊凯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同时呢 拿到了我们全球首发的第一台 我们的 终端的这个设备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呢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终端设备 以及更便捷的我们的手机的APP呢 可以阅读到成千上万本书 在书的海洋当中呢 能够做一个有知识的人和快乐的人